1993年 中国第一个纪录片栏目 纪录片编辑史诞生于上海 这是全国第一个 以纪录片命名的电视纪录片栏目 记录人生小故事 追踪时代大变革 始终关注社会大背景下 普通人物的情感和命运 是上海纪录片人的重要使命 也在中国纪录片时 烙下了鲜明的海派印象 2002年1月1日 上海纪录频道开播 是全国第一家纪录片专业频道 2014年6月10日 经总局批准 上海纪录片频道率先上星播出 覆盖全国100多座城市 收看人口达4亿 完成地面特色专业频道 向全国优势纪录片频道的升级 积极打造立足上海 覆盖全国的纪录片专业品牌 自开播以来 上海纪时仅扣时代脉搏 以鲜明的海派风格 在业内独树一致 品牌栏目 记录历史 关注社会 打动人心 重大项目 彰显主流媒体力量 优秀节目形成集群 品牌魅力 深入人心 纪时频道 已成为中国纪录片领域 领先的内容提供商 上海纪时频道 真实传媒 多次获得由国家广播电视总局 颁发的优秀播出机构 优秀制作机构等奖项 2019年 SMG以上海纪时频道为主体 整合台集团优质纪录片资源 组建纪录片中心 打造立足上海 辐射长三角 面向全中国的纪录片内容生产高地 进一步提升海派纪录片的影响力 长江之恋 大上海 上海解放一年间 人间事 开国大典的历史瞬间 代号211 两弹在这里诞生 中国面临的挑战第三集 二十多年来 上海的纪录片人始终坚守理想与责任 牢记使命与担当 做历史的纪录者 时代的纪录者 用纪录片 见证普通中国人的梦想 见证一个伟大的中国梦 展示了一曲曲动人的生命送歌 2019年 上海广播电视台 纪录片中心 开启新征程 集结 再出发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